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干吗 老板 两根脆骨肠 多油少盐 七分熟 然后一瓶零度可乐 不加冰 你这个废话 几个长帝钱 这么多要求给一个官李做 好吗 你出什么 我没事 还有一瓶 这素质 那这个治豪为什么可以把生意做这么屌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创业项目的启动成本 光这辆福特F150 LTD版 它在国内的指导价需要57万多 所以真的不是一般人就能创业的对不对 那这辆F150呢 它在国内并不是最顶尖那个配置 最顶尖的是一辆猛禽 但是在海外在它老家呢 F150的LTD就是整个金字塔最顶端那辆车了 在美国整个的售价也要7万美金上下吧 其实不便宜啊 7万美金在美国虽然买不了奔驰GLS 但是买GLE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这么一辆皮卡真的值这个价吗 我们分6个场景来试一下 OK Let's go 低点空间 但是对于F150来说 空间一目了然对不对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个后抖正好都可以在里面做生意 别玩手机了 今天流水怎么样 能不能把车钱赚回来的 下班那么早 然后后排座椅呢 魔术翻转之后 还可以形成一个半工的空间 行不行这空间 前排的中央扶手箱里面呢 这个扶手箱大到 可以把我整个包算进去 所以对于F150来说 它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脑洞够不够开 能不能把这辆车的空间 充分的利用起来 但是单是空间大 这辆车就能说它值60万这个价格吗 肯定不行对不对 那这辆车在高速上跑起来 真的值60万的尊严吗 第二点跑高速 F150的动力总是呢 听起来参数特别牛逼 380匹 672牛 就这参数你跑在高速上 好像是可以为所欲为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连电动车都不行对不对 但是呢 现实情况是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这些车比加速 因为你的限速跟普通的乘用车是不一样的 这辆车F150它的属性呢 是轻型货车 注意是一辆货车 所以呢 你就要有一个货车司机的自觉和心态 最左侧的那个车道是不属于你的 100公里往上的限速也不属于你 你能做的就是像我这样 打开ACC跟在一个货车的后面 慢慢的这样巡航 但是你这样开车呢 会带来一个好处 就是特别省油 对吧 这辆车2.5吨左右 又是3.5升双纹轮的机器 但是在80到100这个工况巡航的时候呢 它的油耗就8升出头 然后F150它的油箱呢 又有136升 所以你算一下嘛 这辆车在这种工况下巡航 可以开17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从广州开到上海 中间是不需要加油的 太可怕了 第三点越野 开F150跑高速呢 简直要被憋死了 那来到这种荒郊野外 终于压根就没人管了 是不是可以尽情撒花呢 我们这辆F150 LTD Limited版呢 虽然它不是猛禽 但是你看一下它的越野硬件 在这个地方 34区带低速四驱模式 后桥还有差速锁 前桥呢 也有线滑差速器 这样的配置听起来 是不是就想试试 走啊 不行不行 这接近脚太小了 虽然这保险杠是刚的 拖一点两点呢 做做板筋 成本也不高 但是万一把它拖掉了 这钱算谁呢 算你的吗 接近3米7的轴距 通过脚什么的 你就压根不要响了 在这样拖风上呢 再往前开一点 跪就拖底了 而且这样的情况 你看 连踏板都不需要了 前面这个坡能不能上呢 我们换到最强的越野模式 低速四驱 后桥的差速锁锁止 来 D挡走起 哇塞 这样的坡上 这个3.5T的机器 再加上低速四驱的扭矩放大 这动力太充沛了 我就轻轻点着油 就只给你点点油 熬着就上来了 而且呢 整个车的悬挂形成特别的长 像刚才这种沟壑呢 都完全不会形成交叉轴的 所以这个车的越野硬件 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各种通过脚 离去脚 接近脚 限制了这辆车的四驱的能力 可能从属性上来讲 去沙漠长途的穿越 才能真正的见真仗吧 但是话说回来 这辆车在这种环境里 既可以完全的后驱 后桥还可以锁止 你想到了一点 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没 牛 宋尼 150 第四点 我们来说一下这辆车的便利性 那只要你开车出门对吧 总要找车位停车 那一般呢 停车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这辆车太长了 这辆车有接近6米长 一般的车位呢 都不是给这么长的车设计的 所以你停车呢 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很尴尬 半个车头都落在外面 但是这个车位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够宽 你像我家那个车位呢 因为是靠墙靠柱子的位 哪怕后视镜跟墙 只有几厘米的间隙的时候 左边都还很难开门 那有些人呢会说 我的使用场景很极端 我就去买个德莱苏 那这辆车能不能胜任呢 我们这就来试一下 这个德莱苏的车位呢 最惊险的就是这个地方了 而且F150很尴尬的是 它没有前雷达 360度全景影像的拼接 也不是很厉害 我真的有点怕吗 左边是墙 右边是线位杆 我都慌了吗 我再也不会开车车来这第二次了 第四点 生活方式 其实我觉得像福特F150这样的车呢 它代表着我们普通人 最最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透过它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画面 比方说像这样的车型呢 我觉得真正的金主 都不会担心什么自家停车的问题的 另外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车嘛 所以平时也不会开F150这么大的车的 可能只是周末啊 节假日啊 带着一家老小 然后拖一个游艇 或者拖一个房车 去欣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各种美景 那这辆车呢 其实它拖转能力很强的 672牛米的3.5T双轮轮塞压发动机 动力自然不用多说 而且这个车架呢 它是可以承受4.2吨左右的拖转能力的 但是呢 你像我现在的收入情况 是没有办法充值这样的生活的 这样的生活太贵了 我能冲的呢 就是这样一条狗 那我现在能想到最浪漫的生活方式 就是带着我的狗 把它放到后面的货兜里面 然后周末的时候 我们爷俩出去兜风 走 带带 不要乱跑啊 上车 上 上 加油 牛迪下班了还不回家呢 走不了啊 皮卡现行啊 虽然都说广州什么皮卡解禁了对吧 但是一些核心路段 皮卡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是开不去 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 晚上5点到8点这个时段 皮卡在一些路段还是受限的 对 所以我只能生涯到8点钟之后再走了 而且更承担的是什么呢 更承担的是不同城市对皮卡的现行规定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哈我今天要去趟佛山 我还要查一下佛山的现行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简直太麻烦了 是吧 那国家政策呢 对皮卡的歧视还不仅如此啊 你看这个行驶证 这是F150的行驶证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清行普通货车 强制报废期 2034年 也就是15年内强制报废 所以F150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值的概念啊 15年后自动清零 也就是说你每天开车的时候 眼前好像都有一个画面 在有一个金额的倒计时 15年后零 没有残值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不管是我们这两天 从高速的体验 市区的体验 还是国家政策层面 都对皮卡非常的不友好 让我觉得吸引力不大 可能有些人会喜欢 这种普通人会喜欢 但是绝对不会出手买的 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就造成了这种皮卡车的稀有性 那金主呢 或者说这种高端皮卡车呢 反倒是因为这种稀有性 变得对某些真的有钱人 更加的有吸引力了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 皮卡可能平时就停在 自家大house的车位里面 对吧 然后周末的时候 或者拉上游艇 或者拉上全地形车 甚至拉上房车 去寻找他们的适合远方 那些我们这些普通人 找不到的适合远方 对吧 所以不管是城市规划 还是政策的导向 让这些在北美 就是工具车的大皮卡 到我们这里 反倒成了有钱人的大玩具 对吧 对 对